现在你买库里的球鞋已经没有什么选择了 亲一色的Flow 今天给你们来聊这双库里的SPA Flowture 它这次的鞋盒就改为了库里的鞋盒 直接打开它 这双鞋如果你在14年左右去关注球鞋 关注库里的话 你应该会比较有影响 就在库里一代出现之前 它是作为库里的主要代言鞋款的 但是这次的Flowture 除了它鞋面的这些纹理细节没怎么变之外 其他的可以说是天翻地覆了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鞋面部位 它用上了这种比较柔软的织物网眼的鞋面 然后配合一些热龙亚焦 鞋舌就是普通的这种较为厚实的网眼的鞋舌 后跟这边会有UA的logo 下面是它的中底科技Flow 鞋舌部位也做了一个这种闪卡的图案 上面会有新老库里logo的变换 鞋垫上就写着Flowture 中底不用多说了 就是全掌的Flow科技 这个已经用了快四五年了吧 现在基本上只要是库里的鞋 不论是新款还是复刻 都会用法Flow 我代愿UA是在逼了一个大招 然后同时在中底里 还会有一个延伸到这个位置的TPU抗领片 这样来给大家带来这双Spawn Flowture的上脚 上脚之后它和元年完全是两双鞋 首先这双鞋的鞋血液会做得更宽一些 整体鞋面的包裹感 它没有元年来的那么强 前掌部位它换上这种织物的面疗 倒不会去压迫你的脚背 中底这个Flow 其实没必要多说了 就是只要你穿过近几代库里球鞋的 你应该都知道 它其实舒服上是软 它可以做到很好的细致 但是它绝不是软 但是你说弹性 它弹性也没有创灵界材料来的那么好 你换上Flow之后 轻还是真的挺轻的 毕竟你省掉了一块外底 它这个材料 基本上就是在干净一点的木地板上 是可以做到说停就停的 但是前提你一定要干净 适配人选我觉得就是库里的球迷 因为我觉得UA现在有点把路走窄了 现在你买库里的球鞋 已经没有什么选择了 轻一色的Flow 我觉得还是把元年的那些鞋型 就原原本本的复刻回来就好了 因为元年的那些Charge 包括Michael G 包括六代上空的Hover 其实各有各的脚感 各有各的特点 但是如果你现在用轻一色的Flow 我觉得就是选择余地比较少 Flow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中底科技 这个实话实说 就是八代这个Flow一出来 它基本上是能做到库里对球鞋中底的叙选 就是NBA级别的那种地板上说停就停 同时前掌 也有很好的场地感 缓震也足够 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 我觉得还是有多种损资比较好 还有这双钱目前财富课 我建议大家可以稍微再等一等 好吧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没关系这双钱的问题 或者其他学习的问题 都可以在下方评论 也可以直接信用 好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 谢谢